刘备前半生颠沛流离 直到拿下一周 人生才开始走向巅峰 后来刘备平推汉中 吊打曹操 更是将他的声望推向了高峰 仿佛他真的能够北伐成功 一统三国 事实上 刘备还真有这种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他在入属后 曾收获了一元超级名将 其实力比张飞还强 只不过被诸葛亮给斩杀了 刘备入属后 遇到的比张飞还强的名将 其实就是张任 刘备一心想要拿下一周 所以当他接到刘章的邀请 进入属地时 其实他已经挑选好了文臣猛将 诸葛亮 关羽 张飞 赵云 这些人负责留守荆州 守好刘备的大北营 而刘备 庞统 黄忠 魏延这些人 则负责进攻属汉 开疆拓土 可以看到 刘备已经将他的人马 分成了两波 一波负责开疆拓土 一波负责守卫本土 按照他的打算 庞统这一波人 足以拿下一周 而诸葛亮那一波人 足以守住荆州 等到庞统这一波人 彻底拿下一周 那么刘备便可以真正地实现 诸葛亮的龙中队战略 以荆州和义州为基地 开启北伐 一统中原 匡扶汉市 然而想象都是很美好的 但结局往往是很残酷的 在和刘章翻脸后 刘备竟然遭到了暴打 而暴打他的这个人 便是张润 与三国演义中的很多猛将不同 张润这个人不仅武功高 而且非常善于使用计谋 当刘备和庞统分兵进攻落城时 张润并没有选择死守城池 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埋伏在了庞统进攻的那条上路上 庞统能够被称为凤厨 能够和诸葛亮齐名 其实是有真本事的 他让魏严打头阵 就是想吸引出敌人的伏兵 结果张润技高一筹 直接放过了魏严 专条庞统下手 最终成功干掉庞统 令人震惊 要知道 庞统可是和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啊 当年赤壁之战 正是庞统献出了铁锁连环技 才成功促使曹操将大船相连的 如此一个大财 竟然栽在了张润手中 这张润也太厉害了吧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张润并没有传说中吹得那么神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张润的其他战绩 击杀庞统后 魏严向回尸救援 结果遭到张润的吊打 魏严被迫逃窜 于是张润主动出击 一路追杀 连破术关 直接将刘备等人赶到了浮城 迫使刘备向诸葛亮求援 刘备可是百战名将啊 人家可是打黄金军起兵的啊 结果他在有庞统 黄中 魏严等人的情况下 被张润打得只能请援兵 不敢再行出战 这足以证明张润的能力了吧 而听说了刘备的求援信息后 诸葛亮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他也没想到 刘章手下的张润竟然如此强悍 连旁筒都栽在了他的手中 于是他立马带着张飞赵云出兵 救援刘备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刘备数次遭到张润的吊打 要不是张飞及时出现 刘备都已经被张润给干掉了 而且张飞虽然成功地救下了刘备 可在接下来的作战中 他也差点栽在了张润手中 张飞的勇武天下皆知 在这一方面 张润并非其对手 但张飞也有一个致命缺点 那就是鲁莽 所以张润针对张飞的这一特点 直接设下了埋伏 张润主动去挑衅张飞 并和张飞大战十余回合 然后诈败又使张飞追击 而张飞打得兴起 根本没有多做考虑 直接追了上去 调进了张润早已布置好的伏击圈 原文 张飞上马出营 更不打话 与张润交锋 战步石鱼河 张润诈败 绕城而走 张飞尽力追之 无意义军截住 张润引军赴回 把张飞围在该心 进退不得 可以说 要不是赵云及时出现 撕破了伏击圈的一道口子 打了张润一个措手不及 张飞这次就要栽了 在张润的伏击圈中 张飞就算再强 也坚持不了多久 他将成为张润的刀下亡魂 总的来说 虽然张润的武功 可能并没有张飞那么高 但从张润所展现出来的 综合实力来看 张润比张飞还要强得多 黄忠 魏妍等人 均不是其对手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张润的综合实力如此强悍 无法正面硬拼 所以诸葛亮才决定 以计谋取胜 而诸葛亮的这个计谋 则动用了蜀汉最豪华的阵容 其中谋士主要是诸葛亮 他负责出谋划策 并以身作耳 诱导张润追击 而刘备 张飞 赵云 黄忠 魏妍 刘峰等人则负责作将 并四面埋伏阻止张润突围 最终在这些牛人的合力围攻之下 张润才被拿下令人震撼 毫不夸张地说 以张润的能力来看 若收服了他 让他真心为自己效力 他一个人就顶得上两三个顶级猛将 如果把他送给关羽 让他辅助关羽守卫荆州 荆州根本不可能丢 遗憾的是 如此一个名将竟然被诸葛亮给诛杀了 刘备抓到张润后 想要劝降张润 但张润并不愿意投降 还数次辱骂刘备 令诸葛亮非常愤怒 刘备本来还想继续劝降 但诸葛亮觉得 既然张润拒不投降 还不如就成全他 最终选择了斩杀张润 令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张润绝非不能说将之人 大家还记得吕布投降后 他的手下在白门楼上的表现吗 高顺这种人是宁死不降的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啥话也不说 而张辽这种人 其实是可以劝降的 所以他一直对曹操骂不绝口 最终关羽一说情 曹操一松口 张辽直接投降了曹操 之后更是忠心耿耿地为曹操出力 很明显 张人的表现和张辽一样 他是可以劝降的 说白了 只要张人愿意开口说话 他就不想死 别管他骂什么 把他关起来 任由他骂 骂够了 他就会为日后的出路做考虑了 到时候再来个人唱白脸 为张人说说情 给张任一个台阶下 张任自然就这样了 当时的诸葛亮 本来是可以唱这个白脸的 结果他却唱黑脸 建议杀了张任 这不是让刘备白白损失了议员超级大将吗 不得不说 诸葛亮在这件事情上 干得确实不明智 刘备入蜀后收获议员大将 实力比张飞还强 可惜被诸葛亮斩杀 这个大将便是张任 从张任所展现的综合实力来看 张飞 赵云 黄中等人都没他强 他完全能够成为关羽的副将 守好荆州改变蜀汉命运 而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劝详的 结果因为诸葛亮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遭到斩杀 不得不说 这是蜀汉的一大遗憾了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